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赤明合约也是导演谭兵与真子丹因终极解码的官司纠缠近一年的时间之后再次推出的新作 而据谭兵透露 备受关注的终极解码版权纠纷官司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 不如将开庭宣判 而对于纠葛许久的官司 谭兵也表达了无奈 并对真子丹隔空喊话 赶错就要赶承担 在之后呢是因为真子丹自己说他放弃演我的终极解码对吧 但是那时间我们已经付给他巨额片场 已经付过了 比你想象的多了 巨额片场 而且片头里边是有我投资比例的 但是他一声不吭 到我的戏撬走钱也不退 他也没有一个真实的律师声明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而且我们彼此也没有解决嫌疑 我们现在还没解决 对 他肯定还是在合同里边 他应该要执行 但他早就违反了 不是拍了另外一部电影吗 你们已经看到他喜阳阳的在这 宣布拍另外一个怎么着 但是呢 人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就很简单的一件事 他做了就要来承担 PPTV 北京报道 10月18日 电影《致命合约》 在京举行的开机发布会 答应谭斌 写芯片主演 白铃 赵映国章 玄妙等 共同出席了开机发布会 《致命合约》也是赴美22年之后 白铃首次接拍的内地华云剑影 一上台 白铃就情绪激动 言语也哽咽了起来 但在这里虽然我出席了很多 不过记得好凯夫的 包括一些病毒 有些大的手务师 但是我在这里听起来 且我 热热激动 觉得很多的 感动感情和心愿的一些 很复杂的感情 我觉得 真的是 不知道 不要 《致命合约》也是导演谭斌 与真子丹因终极解码的官司 纠缠近一年的时间之后 再次推出的新作 而据谭斌透露 备受关注的终极解码 版权纠纷官司 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 不如将开庭宣判 而对于纠葛许久的官司 谭斌也表达了无奈 并对真子丹隔空喊话 敢错就要敢承担 在之后呢 是因为 真子丹自己说 他放弃演我的终极解码 对吧 但是那时间 我们已经付给他 巨额片仇 已经付过了 比你想象的多了 巨额片仇 而且片仇里边 是由我投资比例的 但是他一声不吭 到我的戏撬走钱也不退 他也没有一个 真实的律师声明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而且我们彼此 也没有解决协议 对啊 那肯定还是在合同里边 他应该要执行的 但他早就违反了 不是他付过了 比你想象的多了 巨额片仇 而且片仇里边 是由我投资比例的 但是他一声不吭 到我的戏撬走钱也不退 他也没有一个 真实的律师声明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而且我们彼此 也没有解决协议 因为现在还没解决 对啊 那肯定还是在合同里边 他应该要执行的 但他早就违反了 不是拍了另外一部电影吗 你们已经看到他 喜洋洋的在这 宣布拍另外一部 怎么着 但是呢 人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的 就很简单的一件事 他做了就要来承担 PPTV北京报道 10月18日 电影致命合约 在京举行的开机发布会 答应谈兵 学芯片主演 白灵 赵燕国章 玄妙等 共同出席了开机发布会 致命合约 也是赴美22年之后 白灵首次接拍的 内地华云剑影 一上台 白灵就情绪激动 言语也哽咽了起来 在这里 虽然我出席了很多 多个机的 好白布的 包括一些 电子 其大的手务师 但是我在这里 听起来 且我 人热情统 记得了很多的 嗨 嗨 你们的 很自然 你们的掌声 10月18日 电影致命合约 在今举行了开机发布会 答应谈兵 学芯片主演 白灵 赵燕国章 玄妙等 共同出席了开机发布会 致命合约 也是赴美22年之后 白灵首次接拍的 内地华云剑影 一上台 白灵就情绪激动 言语也哽咽了起来 但是在这里 虽然我出席了很多 不过记得好台湖的 包括一些 电子 其大的手务师 但是我还在听起来 谢谢我 人热情统 记得了很多的 感慨 嗨 你们的 等于这位 你们给掌声了 很多的感慨 感动 感情 和心理的一些 很复杂的感情 我觉得 真的是 不是很重要 致命合约 也是导演谭兵 与真子丹 因终极解码的官司 纠缠近一年的时间之后 再次推出的新作 而据谭兵透露 备受关注的 终极解码 版权纠纷官司 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 不如将开庭宣判 而对于纠葛许久的官司 谭兵也表达了无奈 并对真子丹 隔空喊话 敢错就要敢承担 在最后呢 是因为 真子丹自己说 他放弃演 我的终极解码 对吧 但是那时间 我们就付给他 巨额片场 很多的感慨 感动 感情 和心理的一些 很复杂的感情 我觉得 真的是 很重要 吃命合约 也是导演谭兵 与真子丹 因终极解码的官司 纠缠近一年的时间之后 再次推出的新作 而据谭兵透露 备受关注的终极解码 版权纠纷官司 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 不如将开庭宣判 而对于纠葛许久的官司 谭兵也表达了无奈 并对真子丹隔空喊话 敢错就要敢承担 在之后呢 是因为真子丹 自己说他放弃 演我的终极解码 对吧 但是那时间 我们就付给他 巨额片场 已经付过了